皇上将圣旨交给奴才时就吩咐过了 从今以后 奴才和东场就是殿下手中的道理 甚好 本太子现在就有一件事情想要敞功去办 皇后进宫之后 找皇上求来了最年又无知的九皇子 赵玄姬也找大儒亲自教导 皇后和赵玄姬的目的不言而喻 从现在开始 我要知道九皇子的意见 奴才每日会将殿下想知道的所有东西送到东宫 好 起驾回东宫 说呀 那狗太子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 你放心 我一定杀了那狗太子为了报仇 放手 满口胡言 你怎敢侮辱太子 况且我现在是太子凭借 你应该尊称我 作为太子凭